那我们今天出席记者会的由我们数位部唐凤部长 请部长向大家挥挥手 那还有我们的数位部次长兼发言人李怀仁次长 以及次长向大家挥挥手 数位发展部是今年8月27日刚成立的新部会 那接下来我们先请唐部长向大家介绍数位发展部 部长请 大家好 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介绍数位发展部 我刚才答应思维口译老师 我在6号会多停顿几秒钟 所以跟我平常讲话的速度不太一样 我们的这个部到今天大概三个月左右 那我们的工作大概就是要建立全民的数位任性 就是Resilience for all 那我们下一页 那这是我们的logo 这个logo它当初设计的时候就是从地端群众到云端就是喧炮的一个链子 所以我们就是把所有的这些国际上面的大家正在关心的怎么样运用技术来促进民主啊 人权啊各位同搜的新闻自由啊怎么在这个有很多大型平台的时候能够共融啊等等 这些都是我们关注的范围 就是要让技术配合社会而不是要求社会一定要配合技术 再往下 那再往下 那再往下 这两个鼠 那一个是数位产业鼠 工作就是要协助各行各业 特别是微型的 跟中小企业 这个在台湾是很多的 来数位转型 也就是能够运用数位 来让他们的生意能够照顾到更多的人 包含跨境的人 那不会受到数位转型的过程里面 反而他们做不成生意 这是数位产业鼠的工作 此外我们还有资通安全鼠 它的工作就是因应各种突发状况 大家知道台湾很多的地震 那我们的地震特别921之后 我们就很有系统性的去看所有建筑 如果类似的地震发生在他们周围 能不能够耐得住 如果不行就要武强或甚至重建 那同样的资安署的工作 也就是在我们的资安的各种威胁底下 去检视之前曾经受到过的打击 然后去想说在政府的所有部门 或关键的基础设施 如果受到这样的打击的话 在下次来之前 有没有可能主动做得更好 这个是资安署的工资 再往下 那本来这些工作并不是没有人在做 但是是分散在可能四个或五个 不同的部位底下的三级的机关 那数位部为什么要成立 就是要综合这些 本来分散在不同部位的机关 结合起来来发挥更大的作用 再往下 好 那我就不在这边念这些字了 不过这个是我们的实证方针 是年度实证方针 从现在到明年年底 我们要做好的就是这三件事情 好 再往下 再往下 那就如同刚才说的 我们各个私的工作 这是在部的本部 两个署的工作是在各自的署 我们还有四个相关的法人的机构 包含跟产业署比较有关的资测会 包含我们的电信技术中心 这个跟我们部里面任性司或资源司 都很有关系 那台湾网路资讯中心 跟我们的部里面的资源司 民主司也都很有关系 以及治安署最有关系的 会在明年1月正式成立的 我们的国家自动安全研究院 治安署是政策的部分的话 那治安院就是技术的部分 技术跟应用跟人才的培育 会放在治安院 我们目前大概有300位同仁 在一部跟二属 到了明年年底 就会成长到600位左右 不过这个还没有算进这四个法人 所以编织是还蛮 就是足够因应我们的这个挑战 那就如同刚才所说的 我们的一部二属 本来这八件事情分散在不同的部会 我们现在想的就是因应现有的挑战 像我看slido上 很多人已经问到了 怎么样去因应新形态的自然的攻击 或者怎么跟胡克兰受到俄罗斯入侵的经验来学习 来保持我们的通讯 包含各位新闻工作者的通讯 不至于中断等等 这些都是要整合所有这些职能 才能够完强的 再往下 好 那我们的hashtag叫做free the future 那它的意思就是去确保说 我们保持我们的民主和自由 让未来的世世代代都还是有这样子的 不管是机会、解释、言论、发表 各种各样的自由 而且我们要运用数位来促进这种自由 而不是来获得这种自由 好 那希望这样子简单的介绍 让大家更了解我们数位部 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就进入我们slido提问的环节 好 谢谢部长的简报 那我们接下来进入媒体朋友们提问的环节 那现在这边我们已经事前有收到一些题目 那现在这个提问的slido它的QR Code 还在萤幕上 如果媒体朋友们有进一步的问题想要询问 随时都可以扫描这个QR Code 再继续提问 那我们部长会优先回答在slido上的提问 那现在请部长 所以第一个问题问 How serious the stereotype from Beijing have been so far? 不过可以老师要我先翻成Mandarin 所以是问说来自于北京的网络攻击有多严重 我想境外的网络攻击有非常多的形态 那为什么如果看我们数位部跟资安署对外都是说境外 因为我们很确定这是境外的嘛 它是透过海底电缆等等来的 这个我们很确定 但是至于境外它接受多少的跳板 到底是从北京还是别的城市 这个就很难说了 所以我们大概就是说境外的攻击 以我们有的直接证据而言 以今年的状况来说 在我们数位部成立 我们是8月底成立 我们成立前也就是8月初 美国众议院议长放开的那个期间 有一天那一天我们的政府的网站 遭到境外攻击的流量 是以前最高流量的23倍 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那个程度 那当然我们在当时是非常积极的去因应 那在最近的话倒是就是回到日常平均的这个 我们叫背景值 流量上面来看并没有显著的差异 但是我们当然是会有一定程度的建位 那第二个问题是说 那我们要怎么样来加强我们的自动安全呢 大家知道在8月的那一次 我们是所有的政府的网站也好 内部系统也好 或者关键基础设施也好 所有的资安掌门组成了一个联防的阵线 那这个联防的阵线到今天都还在 那所以不管是事前的预警 那事中的我们的因应 及时的警方 事后要溯源等等 这些情资的分享 这个都是持续在进行的 那刚才提到的资安院呢 就是主动式 我们刚刚讲的比较是蓝队嘛 防守的 在资安上面有所谓的红队 就是在攻击者 发动攻击前 我们自己先跟我们民间的攻击手合作 邀请他们来攻击 然后来提前找出漏洞 或者提前找出问题 所以我们培养 我们国内的不管青创团队 还是老牌的资安公司 都红队的能量 然后呢 预先的就来检查 我们的这些政府也好 或是关键技术设施也好 有哪些漏洞 检查出来之后 当然要重建整个系统 是比较花时间的 但是呢 我们也有一种 比较修补性质的做法 叫做零性任 ZTA Zero Trust Architecture 我决定 像我现在这台载具 我是可以拿来签公文的 我签公文的时候呢 要先感应我的指纹 它要先验我的指纹 是我自己在用 它的网络连线 SIM卡 它必须是新来的联身 上面呢 随时都运行的软体 确保它软体没有被篡改 要这三重的状况都确认了 我才能签一份公文 我签下一份的时候 又要再压一次 用行动自然平整 这三个又要重新检查一次 也就是说 如果攻击者要破坏 这套系统 要签密等等 它必须要在同个时间 去破坏 或者是侵入三个 完全不同厂商的服务 那这个难度是非常的高 但如果它是侵入了其中某一个的话 它的攻击不会成功 而且会被发现 而且我们可以缩原 那另外两个因素就会把它挡住 所以这样子多因素 多元抑制的服务 所谓林青苑的架构 就是我们现在 自然署 自然院 要协助所有重要的政府机关 我们叫A级的机关 还有关键的基础建设 来导入的这种 补强式的防御架构 希望有回答到这个问题 那我就直接往上了 那下一个问题 是问说 请问非同步卫星包含中低轨 在任职站能够起那些作用 那是什么样子的事情 来让我们开始想到这件事情 就像刚才说的 台湾是常常碰到地震的 先前应该2006左右吧 也有地震去影响到 我们的海底的电缆 对外的灵溪 所以我们基本上 一直都有卫星通讯的这个能耐 只是说之前比较是 同步卫星它的延迟比较多一点 而且也平凡稍微少一点 所以只有最主要的那些紧急的使用 没有说好像可以分给 所有的救灾的救难的 火星盟工作者等等的来使用 但是呢 最近因为中轨跟低轨卫星的发达 所以我们也看到在俄司入侵 乌克兰的时候 全世界都在看基辅到底真的发生什么事情 那就是靠当地的新闻工作者 透过宽品忘记网路送出来 如果没有这个的话 可以想象全世界还是很希望获得资讯 但是能看到大概都是defake这一类的 假的谣言的合成的资讯了 所以这个情况下 我们发现说 新闻工作者包含公民新闻工作者 就是一般人 但是愿意来做新闻工作的事情 在这样子的灾害应变的时候 是非常的重要 那所以我们现在就会投资在这些 非同步轨道卫星的接收站上 我们已经跟SES沟布 那是一家法国路森堡的一家公司 做中轨道卫星 在国发会指导底下 在新竹 他们把接收站放在消防局的车子上 所以不是说固定的接收站 而是哪里需要可以开到哪里去 它上面又有一个微型的5G的集体台 所以说旁边只要有手机 就可以收微型的讯号 就算海岚完全断掉了 所以像这样子 就是移动式的 同时有微型跟5G的能力的这种集体站 这个是我们很感兴趣的 那当然除了中轨道之外 现在也有非常多低轨道开始出现了 那我们还是秉持着多元抑制的精神 也就是我们跟越多家不同的中轨或低轨道的朋友合作 那要攻击的人 他就必须要同时侵入那么多家的系统 这个是比较困难的 大概使用这样子的方法来规划 希望你们回答到这个问题 好那下一个是周日新闻 问题比较长 我就是飘着念 大概就是说 问说是不是能够发展所谓线上投票的系统 让大家投票更方便 或者是我们怎么看线上投票这件事情 我想投票有各种情况都投票的 选举只是其中一种 那选举当然是需要修改选拔法 那个是中选会的事务 但是我们这边投票但是不是选举的情况 我们到自己已经主办了一些做法 举例来说我们已经办了五年的总统培黑客送 那这个呢就是透过全新的 大概只有线上比较能用的投票方式 叫平方投票法 平方投票法是每个人有99个点数 然后可以去分配到200多个案子里面 那这个用纸本很难进行 所以它必须要是线上投票 那我们用平方投票这样子几年下来 大家就发现说这种新的投票法 它更能够去把这些案子中间的综合效果 synergy能够发现出来 那这个就跟传统上网路投票 大家以为是我去投我最喜欢的灌票之后 就把市场灌掉是不一样的 所以投票本身也是一种技术 也是可以去革新的 那当然之前我担任政务委员的时候 花了很多力气去跟国发会合作 做join平台 join平台上面也有参与式的预算 还有线上的联署 这些都是广义的投票 也都是透过线上在进行 我们累积了这么多经验之后 中选会确实也有跟我们讨论了 因为他们接下来就要做公民投票 公民投票的电子连数的系统 那这个连数的系统 当然资安很重要 所以我们会在资安上面来协助 而且呢因为如果很多人 他只有自然人凭证 但是呢他手上是这些载具 没有读卡机用起来不太方便的话 就像我刚才说 我们签公文已经不用读卡机了 我都是用行动自然人凭证 也就是把那张自然人凭证卡 直接放到我的载具里面 那像这样子是不是也能够 用来做公投上面的连数呢 我们的分享的我们实际在用的经验 也会给中选会来参考 所以我想重点还是按部就班嘛 来进行确保说在资安上面 在社会的信任 特别是对于计票的信任上面 都能够接受 那这样子的话一步站稳 再下一步再下一步 先为我回答到这个问题 好那下个问题是问说 怎么样子去协助整体社会 来辨认错假讯息 以及所谓敌方势力的认知战 其实很有意思 我刚刚提到8月初的那一次 它就是一个混合的情况 因为大家可能知道 无论是总统府 或者是国防部 或者是外向府的网站 都有或多或少 有一段时间 可能几分钟 可能几个小时连不上 因为瘫痪的关系 但是呢 在那个同时 就会有关于这些的 错假讯息 出现 好比想说 骇客成功入侵了 重要的政府单位 但是呢 到你收到这个讯息 想要去FATCHECK 去检证的时候 那个网站领不上了 所以就没有办法去检证 这个讯息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所以是一种复合式的 就是资安方面的以及 认知战方面的一起攻击 这样 但是呢 当然 在当时 我们要传递给民众的讯息 就是说 并不是这样 不是说你打电话 让一个战线 就表示是说 你实际侵入了那一个建筑物 完全两回事 你只是打电话 让他的专线电话 也不上而已 这个程度的事情 所以我们就很公开的说 我们数位部 moda.gov.pw 这个网站 他在演习的同个小时上升 Email程度没有被打下来过 因为我们运用了Web2 跟Web3 分散式的技术 让大家都可以帮忙备份我们的网站 所以就不会被瘫痪等等 无形之中 大家就了解到 原来这只是瘫痪 并不是窜盖了 或者什么泄密的情况 那所以呢 我觉得重点 还是大家都要了解到 这些不同的样态 已经是混合在一起了 那因此呢 我们传统定义的自然世界 也就是说 连线到公物网路 在公物网路里面 种下病毒和木马等等 他不一定是攻击者 真的会用的那个样态 有的时候呢 他用的是 好比像说 他用台铁车站 就这个广告的看板 明明是没有连到台铁本身的网路 但是呢 就被放了一些图片等等 那所以呢 这些有传播力量的 不管是视觉还是听觉上 有传播力量 在公物场域的 其实你要把它当做 有连到公物连线 所以如果它是联网 不是断网的使用的话 也要用相同的 这种自然的方法 来规范 那这个我们已经经过了预告 预告的叫做 各机关对于危害国家自通安全产品的限制使用原则 这是我当部长签的第一份公文 就是把它预告出去 那预告的期间 整个社会我们没有收到反对的意见 大家都是赞成的 所以呢 已经变成一个很确定的一个政策的方向 那最后就是我想还是要讲说 新闻工作者在这样子的期间 就是大家觉得很不确定性的期间 新闻工作者是特别重要的 那国内的很多新闻业者也告诉我们说 因为大型的跨境的数位平台的分论 他们觉得不透明或者不公平的缘故 在最近的十年 他们的广告的收益已经减半 工作者的人数也在减少当中 所以如果是抵抗这个抗体的话 那可能是不足的 所以我们还是要培养这样子的抗体 就是面对错假讯息的抗体就是新闻工作 那我觉得这部分是特别重要 所以我们司长 官邻司长也协助我们的国内的新闻业 跟大型的跨境平台 接下来会有四场嘛 对不对 四场的初步的座谈 也就是平面为主的跟音音为主的 还有Google跟Facebook二乘二市场 去确保说他们能够提出有意义的这种分论的机制 不要让国内的新闻业 这个抗体反而没有办法发展出来 那大家都可以获得及时正确的新闻报道 欢迎有没有要补充 还好 好 那第二个小题是问说 对修建复决案的看法 还好今天是星期五 因为星期六就不能够公开宣传 让大家去支持了 那好 但是星期五是可以的 我们当然知道说在台湾18岁的朋友 他不但可以申办嫁照 可以结婚 可以有民法上面 也包含刑法上的责任等等 那但是呢 唯独就是不能选举 他只能去投公投票 但是不能选举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年轻一代 是造成不公平的感受了 那我也很高兴说立法院的朝野 所有的党团都形成了共识 这个复决案是立法院已经同意了 大家还复决立法院同意的这个结果 所以我们很高兴 明天就走到最后这个阶段 那很鼓励大家 如果有投票权的话 那去进行这个复决投票 那如果你是18或19岁 虽然明天还不行 但是我们会尽可能的让你下次就可以了 大概是这样 这是全世界的趋势 希望有回答到这个问题 好 那下一题是NHK NHK问说 concerning the threat 就是说 关于网机网路是不是会中断的这个情况 是不是有一种类似备份的系统 来确保网机网路是持续供应的 这要分成两个层面来讲 第一个是我们境内的网机网路 我举例像现在有很多民生大家常用的传讯的或者计算的软件 它其实做运算的那一台机器 它是放在其他的国家的 只是大家手机上面送个讯息它到别的国家 然后再回来 这很常见 但是如果在我们的联外的海体电缆中断 或者是被大幅度的干扰的情况下 所有这些在国外计算的从国内的角度来看 就会是完全不能够使用 那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频款不足够 那好在说现在大部分的企业用的都是所谓公有云 public cloud的这种架构 所以呢 数位部呢花了很多时间去跟已经落地在彰化的Google 当然还有最近在落地 应该板桥吧 Amazon 还有微软等等 都去讨论说 是不是有可能这些跨境的服务 在他们的本地云 就是所谓的local zone 也能够完整的运行 这样子的话 纵使说我们对外的海底电缆受到了干扰 但是这些大家常用的这些跨境服务 还是可以用这三个公有云 在我们本地的机房 继续非常完整的营运 大家的工作也都不会受到任何扰乱 那我觉得这是第一点就是本地的部分 但是当然大家的工作没有受到扰乱 最后大家的报道还是要传到国外 那这一段就不得不经过卫星了 也就是说假设海底电完全不能够使用的情况 那我们就必须规划说 首先有固定的这些5G的基地台 或4G的基地台 能够把卫星的讯号代替海岸 当作我们对外团树的管道 这个在应变所需要的区域 救灾所需要的区域 大家工作所需要的区域 这个是非常重要 但是总有一些区域我们想不到的 所以在我们接下来一两年内 我们部署的700个点里面 不会都是固定的 有一些是我刚刚说的可以是车子载的 或者也有好像现在有技术船 甚至未来在空中都可以去部署这样子的接收器 跟转接的系统 所以即使它发生的地方 不是我们原来量想到的地方 我们也可以在最短的时间里面 去把这样子的转接的能力 再去提供到那个当地的朋友 去维持敏捷的回应 应变的韧性 那这个我们是Centery 5.51 是第一阶段的前瞻的POC 就是Proof of Concept 试验性质的计划 但是如果这个概念可行的话 那它也可能去扩及到更多的这些站点 希望有回答到这个问题 好 那下一个问题是自由亚洲电台 问说有没有观察到 试图影响到投票意向认知 或者是所谓资讯站等等的情况 不过我这边要讲的是说 从就是8月那一次用这个极大量的流量 想要结合这个认知作战的那一次 被我们就是防守下来之后 我们其实已经检讨了我们所有的工夫们的网站 跟刚刚也提到的公众场域 修改那个原则 那最近大家也看到了 包含教育部透过高教生根计划等等 其实都已经落实了这些防守的方法 所以目前看起来就是如果我们防守得宜的话 至少到目前为止 并没有同样的这个状况再来攻击我们 当然现在讲这个太早了 因为还不是礼拜六嘛 但是我们是不是就是持续的就是随时保持警惕了 保持警觉 但是目前看起来 8月的那一坨的攻击方式 直到目前为止是没有再继续使用的 欢迎讨论 那我们就再往下 那 Sidney Mooring Herald 问说 是不是如果投票没有去就是让民主进步党有斩获的话 是不是说执政的当局跟民意产生了落差 是不是大概是这个意思吗 我想当然我们是民主国家 那每次的选举结果都代表着不同的 人民对于施政的意见啊 意涵啊等等 那不过因为选举有不同的层级 明天是地方的县市长跟县市议员的选举 所以不同的层级的选举的时候 大家也了解到大家讨论的事情是不相同的 所以我觉得要有点分开来看 就是如果是对于刚刚讲到的施政满意度 就是国家政策的施政满意度的话 那应该是去看对于蔡英文总统 以及苏贞昌院长的施政满意度的民调 那那个民调倒是还蛮稳定的 持续大概都是五成左右 那至于选举要怎么解读 那我觉得有很多 不是只是对于总统或院长的施政满意度的因素在作用 那不过因为我是数位部的部长 那我的工作在这件事情上面 只是确保说我们不要受到资安的攻击而已 所以作为选情分析等等 我想大家应该认识更多 比较擅长选情分析的朋友 不需要我这边来做选情的分析 希望我回答这个问题 好 那我们还有一个问题 Bloomberg Bloomberg问说 台湾是在Cyber War 就是资安的战斗战争的前线 那但是呢 也有一些不管是政府 或者是民间企业 大家也知道说它的准备可能还不太充分 那所以是不是能够更加严肃的 来面对这件事情 能够采取怎么样子的作为 当然零星人架构 ZTA 其实就是我们提出来的 对于这件事情的对策 我们数位部本身 以及两署 已经全面的部署了ZTA 而且我们部署的方式是很特别的 就是我们不管我们官网去跟Web2 Web3的系统的结合 或者是刚刚提到行动 自然凭证原件的开发 我们开发完的时候 是我们自己的构想 我们等于是架构师 但是我们会找民间的业者来实作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实作的业者 可以帮其他的政府机关 或者刚刚问题里提到的一些企业 来进行维运跟数位的转型 所以我们等于是跟民间业者合作 来扩散ZTA的这种观念 我们自己拥有著作权的部分 我们全部抛弃掉 因为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让全世界 民主阵营在面对自然攻击的时候 能够分享联防的方法 我记得之前有一位英国的朋友来 我们聊天的时候 我就打开了GDS 就是英国的Government Digital Service 政府数位服务的官方的网站 跟我们Moda 就是数位部的网站 这两个网站看起来 几乎一模一样 在视觉上好像没有太大的差别 为什么 就是因为他们也采用公共城市 Publico的方式 抛弃掉了主作财产权 所以我们就不用重新设计开发 去说对视障者友善要怎么设计等等 我们就直接用他们的版型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 不是只是说好像节省开发成本 而是资安上面 谁发现漏洞 谁修补的话 整个民主阵营会一起水涨船高 等于同时都修补起来 是一个联防的一个概念 所以透过公共城市 跟透过去扩散零星人架构 那这个就是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那很快的在我们的云市集 在这个平台上 大家就可以看到越来越多 民间甚至微型或中小企业 都可以来采用的资安的解决方案 或者资安上比较没有问题的 自通讯的解决方案 那这个就是我们扩散这个防卫能量的方法 希望要回答到Bloomberg Opinion的这个问题 下个问题是问说 MUSK的新链在乌克兰发挥很大的功用 那会不会跟他合作 以及他的某个建议 会不会影响我们合作的意愿 我想邀请大家从攻击者的角度来想 当你攻击系统的时候 如果它全部都是同一家厂商 它从最简单的硬体到连接层 到上面跑的应用 到这个应用的互通层 如果每层都是同一家厂商 那你只要把这个厂商侵入了 那全部等于整个系统就失手了 但是我们刚才讲到的ZTA架构 如果每层相邻层都是不同的厂商 而且每层都有好几个厂商 像刚刚提到公有云的运算的那一层 至少最有微软 Amazon 以及 Google 其实还有我们自己的就是国网中心等等的这些解决方案 那你要攻击的时候 你就必须同时突破这么多个厂商的方位 不然的话你如果打下其中某个部分 我们只要动态的自动的去移转我们的运算和通讯需求到其他部分 那不但你的攻击会很容易溯源 会找出原来是从这边攻击的 而且也没有达到攻击的效果 所以只要我们持续保持多元抑制的这个概念 越多厂商在同一层 以及相邻只要不是同个厂商 有越多个选择 这个就是越好的 所以大概就是透过这样多元抑制的方式 来做我们所有基础上面的配置 只要符合我们这个ZTA资安的需求 那我们就很愿意跟任何的厂商来合作 希望有达到这个问题 下个问题是问说 面对网络资讯站 这种新形态的战争 那是不是台湾有准备好 以及怎么样来提升台湾的自然意识 要提升意识就是要靠新闻业 对不对 我们就是不断不断的透过这样子的互动 这样子的回答 来确保大家都了解到像零行人架构 这样子的新形态的做法 相信大家也都觉得密码来登入这些系统很难记 那如果密码设得太长的话 那又很容易就把它存在某个文件里面 那个文件又变成了破口 那或者是说就同样的密码用在好几个服务上 那这样你只要入侵一个服务 其他的就失手等等 那密码其实是一个应该要替代掉的一个习惯 我从头到尾整天前后问什么 完全都没有用到密码 那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是用生物辨识 加上这个信任的推断 就是我的脸线的这个安全性 再加上在这个载具上面的软体就是没有被篡改 这三个技术加在一起取代掉的密码 所以我就完全不需要来使用密码 自然也就不会有因为密码外泄而遭受到的问题 所以像这样子新兴的观念 我觉得就是要传播出去 大家都了解到说 原来不用密码 在有这三个配套的情况下 比用密码还要安全 那没有人喜欢被密码跟打密码的 所以当新的习惯比旧的习惯要来的容易采用 更省力气的时候 那这样子这个意识自然就提升了 如果我们现在就是说 那每个人都要设定60个字以上的密码 不会有人听我的 事实上做不到 那所以说还是要在可行的情况下 去探索出既安全又省力的这种方式 然后扩散出去 希望有回答到这个问题 下个问题是问说 台湾有领先世界的半导体业 那会不会像说台积电 那这个是不是能够协助台湾 保护台湾 免于战争 那所谓的锡盾 这样子 那是不是说就是设个厂的话 等于那边有一个锡盾 那我们这个锡盾 是不是等于拆掉了呢 好像不是这样子 这个不是很确定他这个逻辑是什么 我想我们半导体在国际上 那当然是有关键的地位 这个是事实嘛 那在疫情期间缺货的时候 当然我们尽可能的来调度 协助供货等等 那但是呢 我觉得就像我BBC Hot Talk 那个访问里面有讲 我觉得真正能够协助台湾的 是大家对于台湾在不可或缺的 这个位置上面的一种信任感 也就是说台积电的金片 不管它在哪个厂制作的 任何国家采用它去做 不管科学研究上 或甚至一些军事上面的运用的话 必定是因为相信台湾 相信我们整个半导体的支撑里面 不但它的品质没有问题 它也是trustworthy 它是可信任的 也因为这样子 所以我们的产业署就去跟半导体业合作 去建立了 我们叫做SEMI Semi E187 就是E187 这样子的一个协定 这个协定是一种认证的标准 它关系到的就不是只是那个晶片本身 而是整个生产过程 包含流程、软体、硬体等等 都要导入刚刚讲到的ZTA 那样子的架构 而且是可以在我们国内 有实验室去认证之后 跟国际上的这些朋友 接下来就可以交互认证的 这个是台湾提出来的标准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这个MIT Mate in Taiwan T可能不只是台湾 可能是trustworthiness 是信用可靠的意思 那当大家都理解到 我们是公务链里面提供可信任的 运算的 不可或缺的伙伴的时候 这个才是真正的吸盾 不是说在哪个厂 在哪里生产什么晶片 是不是吸盾 这样希望有回答到这个问题 好 我们时间还有 我们今天记者会时间就是到三点四十分 四十分 真的蛮准时的 我们好像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好不好 那我们就最后一个问题 好 就最后 部长请帮我回到最后 好啊 最后问题问说 请问社会发展部 对于年轻的世代 未来怎么参与的期待 那当然就希望明天过后 18岁的人都可以选举了 这个是绝对是最主要的 那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也看到 像我们刚刚提到总统 北尼黑克松 之前也有非常优秀的团队 那个团队的队长 其实就是好像高中生嘛 那显然就不满18岁 那但是他的工作很重要 就是他要把像MIT OpenCourseWare 或者是我们国内的这些在线上 可以自主学习的教材 透过这种互通 西马互通 这样子的能力 把很多小宇宙 结合成什么多元宇宙 那也就是说 在任何地方出现的课程 它可以跨越它的机构 或者是语言 或者任何障碍 都可以变成全球的 想要自主学习的人 能够应用甚至互懂的这些素材 这就是很好的想法 其实刚才提到的 我们线上的平方投票也好 在众议平台上面的 连署提案也好 都没有明明写制 所以呢 就本来就已经是十几岁 不到18岁的朋友们 非常非常活跃的这个舞台 所以我们接下来 也会继续善用这些机制 而且甚至透过像点子松 这种从总统 Venheko松里面拿出来 就是你只要能够规划出 一个具体的愿景 不一定要写成诗 的这一部分 我们就特别去设计成 就算12岁 10岁 8岁的朋友 都可以进来 一起来发想 所以我想 从12到18 儿少得意的这一段 我们之前已经做一些工作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甚至觉得说 12岁不到的这些朋友 我们也很希望他们能够尽早 体会到 如果看什么不顺眼 或者觉得怎么样 可以做得更好的话 透过数位服务的这些平台 它也可以来影响政策 希望回答这个问题 谢谢 谢谢 谢谢部长与次长 那我们今天的记者会 就到今天这边圆满结束 也谢谢各位媒体朋友们 今天的参与 谢谢大家 谢谢